Wendy 全球流行 由今集開始 會與全新財經平台Finance 730 合作 與大家介紹全球各地的靚盤及筍盤 今集我們看看英國 以 B&O Visa 移民的熱潮不假馬 有人選去曼城 有人選去百明漢 蘇格蘭就比較少 早前有報告就說 有超過七成的港人選擇英格蘭 那是否去英國就一定住在倫敦呢? 其實都不是的 大概只是四分之一人左右 而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 8月份的樓價指數 全國平均樓價大概是26.4萬磅 不過有倫敦的樓價就冠絕全國 平均按年上升7.5% 大約是52.6萬磅 如果在宋溫和名校區 過千萬港元只是基本窄 究竟在倫敦還有沒有40萬磅內的上車盤 又有好後網 治安不太差的區域呢? 根據記者以各個Postcode的資料整合 倫敦犯罪率由87至272 即是每1000人 每年有87至272宗的罪案發生 事不宜遲 立即提提專家推介 倫敦三大性價比的區域 首先是Postcode SE19 即是Song3至Song4之間 Crystal Palace水晶宮 專家說這區的犯案 低於倫敦整體犯罪率 同時也有很嚮往 多專業人士居住 Crystal Palace 和旁邊Broomley 和另一個叫Backenham 這幾個區域 都很多地區的人會推薦 或者可能是一個上車的地區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Crystal Palace 這三個區的平均樓價 約40萬磅左右 就可以買到一個兩房的單位 甚至乎可能隔離少許 要駕車去那些地方 可能是買到一個兩房的排屋 甚至乎有一些舊少許 都可以買到三房的排屋的價錢 這區位置Gypsy Hill 感覺又住在半山之上 說到這麼正 就當然是看看放盤 這個位於Highland Road的單位 看網上的相片 內櫳好像不錯 這個面積675呎的兩房apartment 要價40萬磅 單位外面都算懷景清優 入屋因為有租客住 現場拍片就不太整齊 其中一間房間變成雜物房 不過由廚房看出去 景觀都算開陽 在拍攝單位之後的一兩日 已經有買家出了offer 單位都輪近三個地鐵站 包括Gypsy Hill Station Crystal Palace Station 和Sittingham Hill Station 平時乘搭鐵路 乘搭火車 或者是乘搭Tube 大概去到Central London 約9個字左右 另外 它的校網都非常完善 因為其實 大家可能了解倫敦都知道 有一些區 可能它只有小學 到中學 又要跨區去上學 或者可能是本身 它中學的一些高考成績 都未如理想的 Crystal Palace 它是有幾間 good primary schools 亦都有兩三間好的中學 而特別一提 是有一間 是排行頭一百的C校 在A-level那裡 是考得非常之好的 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至於這一區的治安犯罪率 是每一千個人之中 每年發生罪案 是一百二十多宗 疫情之下更加跌至八十幾 對比整個倫敦都算不錯 而這一區佔了29%是專業人士 很少外國人認識這一區 同時亦都很少人提及 住的都是Local的英國人居多 看完SC-19 我們就出發去SC-18 開車大概45分鐘 乘公共交通工具 都要一個半小時 其實SC-18 特別要提及一條比較長的路 叫Plumstead Common Road 那裡附近是一個頗出名 即是OK的校區 亦都有一間Outstanding的小學 亦都有幾間Good的小學 圍繞住那一區 當然樓價高了一點 不過Derek都有提到 SE-18上少少的SE-28 Dim Smith 是全倫敦最便宜樓價的地區 不過他就極不推薦了 就連Youtuber Bob叔 都拍片說不看好 Derek就說這一區治安差 犯罪率高 社區殘舊 這一區的居民人數不多 而且居民質素較差 例如無事做 個人信貸評級較低 當然下面的SE-18 樓價一定貴少少 價錢當然比Tamesmith高 而他們的鐵路 去Central London 都是大約八個字的時間 他的crime rate相對地 都是低很多 當然亦都沒有Crystal Palace 那麼低 而亦都要預期 本身可能說 東倫敦、東南部 這些地方 是多些有識的人士去居住 所以都要詳細去看 看看那條街哪條街是適合你 整區的平均樓價只是38萬鎊 其實這個價錢 可以在那一區買一個 兩房兩次的單位 或者是一些遠一點的 就是兩房的Tarrant House 我們又看看SE-18 No.1 Street London 這個一房471呎的單位 叫價34萬鎊 你屋望點上 單位位處四樓的景觀都算開人的 我們又落到現場拍片 看來很新鎮 睡房簡約有企理 開房式廚房 又可以折散空間 由客廳看出去的露台 是望內容的樓景 屋遠設有24小時的管理 所以每年的地租和管理費都不便宜 乘1579磅 不過對比香港都算是這樣 SE-18的犯罪率去看 每一千人每一年 就會有156宗的罪案 你說高不高低不低 其實都反映在樓價上 看完SE-18 我們又出發去看E-13 有一個區比較少香港人說的 叫做Plaskar 其實是東倫敦Zong-3的一個位置 就是後過Tratford 少少Canning Town的附近 這個區域有什麼特別呢 它其實可以30分鐘以來 就可以去到City of London 變相非常適合一些單身的上班族 當然要考慮這一區的 可能它的Ratial Diversity 比較豐富一點 可能會是多些的中東人 南亞裔 但其實整體的治安 它是跟整個London的Average 比較都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大概是什麼的數字呢 每一千個人 每一年就會發生143宗的罪案 我們又看看Upton Park 這個一房單位 面積有680呎 叫價32.5萬磅 位置二樓 長型客廳都算是正的 這個客廳持有兩邊落地大窗 採光度十分充足 今次一口氣推介三個樓價 40萬磅內的單位 不知又有沒有來的心水呢? 中文字幕作為助理